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能够从无死角的观测国土 但是没想到第一批传回来的照片很显然不太清楚 过去我们说它造价高达有56亿元 也是第一颗由台湾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光学摇测卫星 上个月发射成功了 可是依照原来的设计 它的卫星应该可以离地球720公里的轨道高度当中 拍下地球表面黑白解析度2米的清晰照片 但是据说辅卫5号从9月7号传回来第一批的摇测影像当中 照片竟然是模糊不清 国家太空中心其实告诉我们说不用担心 现在的结果不代表是最终的结果 当然再次同时我们要关心在国际间 包括在台湾 今天不管在花莲或者是在屏东 代号天马雷霆的操演 总共设计有450枚的飞弹包括火箭弹 这个规模超过了汉光演习 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 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是在此同时 北韩传出用恶魔独裔制飞弹 传说是中俄所供应的 恶魔独裔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台湾以前在做飞弹也曾经考虑过吗 现场为您邀请到包括国会观察机机会的董事 姚立明老师 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张成 包括了国际战略学会的会长王坤毅 还包括刚从花莲回到我们现场 那进行采访的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敬文 在我左手边 他是何宫博士 赫立委赫博士 优秀立法委员王定理 带来第一手消息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杨伟忠也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首先来看俄罗斯四年一度的联合大型军演 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 俄罗斯西部加里林格勒州 靠声隆隆烟雁雾弥漫 四年一度耐号一帮二零一期的大型联合军演 十四日起连续七天在这里展开 俄罗斯总统普丁更先自到现场视察 俄罗斯军方表示这次军演 动用一万两千七百名士兵 出动机架飞机直升机 六百八十台战车及军用车辆 还有十遭舰艇 但北约盟国怀疑 俄罗斯根本谎报军演规模 四年前俄罗斯的联合军演结束后 半年就并吞克里米亚 入侵乌克兰东南部 这次的西方2017北约 痛批军演内容不透明 就怕俄罗斯别有居心 像邻近加里林格勒州的波罗的海 三小国和波兰派驻多国部队戒备 以防俄罗斯这一回又假借军演之名 展开侵略行动 那我请教贺博士 北韩的飞弹颜料用什么恶魔毒液 这到底有多毒 这到底是什么原料 对 从上个礼拜 他第一次传出 他工作人员还有一些附近居民 得了神鬼病以后 最近又冒出了一个恶魔毒液 这个简直是就是一波接一波 那我们从因果关系 虽然民间的用一些怪力乱神的 不管用什么名词这是一件事 但是我们搞科技的搞科学的 我们还要研究出它的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来研究那个UDMH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燃料 一般来讲 飞弹这个火箭推进剂 传统大概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固态的 一种是液态的 那固态它的优点就是比较稍微安定一点 那大部分是短程的 那液态呢 它不是很安定 它是可以比较长程 那那个到底北韩的这个液态的 是从哪里来的 很明显就从中国跟俄罗斯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的那个 它的早期的苏联 SS-19 它就是用同样的这个原料 中国的东风5号 残政2号都用这种 那液态又分两种 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UDM号称是恶魔毒液 那另外一种呢 就比较算是比较安定的 是所谓的液态氧跟没有的一种原料 但这个是要在低温下保存 也比较不安定 那所以呢 现在大半还是在用那种 常温就可以用了 就是现在这种恶魔毒液 那这个恶魔毒液呢 到了 它最早大概是在 很早以前那个苏联的时代 1960年 就已经在用了 而且在那一年 它一个不小心 在发射的时候 它发生意外 炸了 炸了以后 竟然炸死了几百名 上百名的工程师官员等等 那 据说那个有一些人 但是当场爆炸的时候 波及到 那这种的 说当时把160名的专家 跟军头活活烧死 是不是 这就是那种液态火箭推进燃料 UDMH 对不对 但是呢 它一定有一个安全距离 就是这个画面 对 第一个 它应该有某种安全距离 人不会靠那么近 对 那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是非常毒的一个气体 类似于比毒气还可怕 那我就讲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毒的效用 它是一个很强烈的还原剂 什么叫还原剂 就像我们在家里面 一氧化碳中毒 一氧化碳就很强的还原剂 我们人 呼吸吸到一氧化碳 有把我们血液里面的一氧 把它拿出来 我们血液就缺氧了 人就中毒死亡 还有一个 它会透过皮肤 清到人体里面 清到人体里面 它第一个影响的 就是我们人体的荷尔蒙系统 所以这些女性 或者是很容易得到癌症 那这就是比较属于事后 长时间的影响 所以它瞬间也有杀伤力 而癌症就是更麻烦 所谓有时差性的这种灾害 这种东西呢 既然我们很清楚知道说 中国跟俄罗斯都在使用 那他们当然来源 就是从这两个国家来的 然后呢 美国也在大概 在20多少年 2014年 2012年左右 根本就禁止出口的 是 禁止出口 那美国本身也有做了很多 火箭飞弹的这种 推进剂的管制 所以美国自己 那还不止美国 是联合国 是规定 很明确规定 不可以出口 那你自己在自己国家里面 生产或什么 至少像这种世界的超级强权 他们多少的约束力 可是你出口到这些 联合国很难控制的国家 比方北韩 那就很难控制 所以你说现在原料的配方 是来自于 很显然 是中国俄罗斯 但是我们不能讲 直接就是原料 最主要就刚刚主持人讲的配方 就跟我这个药品的配方 那个 泄露出去了 那很多很多的药厂或国家 都可以照这个配方去做 那原料都是一些化学药品 是不难得到 是 我想请教 因为刚刚赫博士特别提到 俄罗斯在核武库当中 SS19的洲际弹道飞弹 跟中国的东风五行的 洲际弹道飞弹 都是以UDMH做燃料 它的坏处 它的这种毒性是非常强 那所谓的飞弹 它的毒性是用在什么 是在发射的时候 推进器的火药吗 是这样子吗 张二哥这边可以帮我们 做进一步的解释 而它的毒性 到底是在发射的那一刹那 还是说在空中 还是说可能引爆之后的 杀伤力更强 到底毒是毒到什么程度的 张二哥 我现在先回到头来讲说 一个飞弹 我们叫做 远距离抛射武器 一个飞弹 它要能够运作起来 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那我刚才讲远距离抛射 它就要有一个推进的动作 在那一边 那这个推进的动作 就靠燃料 就像我们汽车要燃气 我讲要靠燃料 它才可能做远距离推进 那像弹道飞弹 这种飞弹的话 它是用动能换卫能 就是它先跑得高 然后再用动能换卫能 跑得远 动能换卫能 另外一个意思 它要先脱离地吸引力 地吸引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 很高效率的燃烧燃料 这句话什么意思 它在短时间 可以产生很大的热能跟推力 那这个UDMH 它是这个燃料里面的重要配方 它不是唯一 它不是 它是个还原剂 它是个重要配方 就在整个燃烧的过程 产生热跟推力的过程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好 那刚刚贺博士也提到说 一般来讲 固体 固态火箭 固体的比较安定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担任战备的 比如说我们讲 我们国产的 弓二 弓三 或者箭二 箭三 没有箭三 箭一箭二 这种飞弹 都是用固态火箭来做 那像这种长程的 像刚刚提到的 那个弹道飞弹 或者是 甚至连那个长征火箭 中共的长征火箭 它是可以在 我发射前 再提供燃料的 它就会用这种液态燃料 那液态燃料 跟固态燃料的 最大的差别 就是液态燃料 燃点低 固态燃点高 那这就产生 对燃烧效率 就开始不一样 那刚刚小君问到我说 这个毒到底 会怎么样的发作 我想有一件事情 是这样子 在燃烧的过程中 它是快速燃烧 所以它马上 转换成热能 基本上那个毒呢 我刚刚提到 它是整个燃料 里面的一部分 它不是燃料 里面只有这个MDUH 不是这个UDMH 不是燃料里面 通通的UDMH 它是一个 我们把它当作助燃剂好了 它是一个还原剂 那所以它在 它在让这个燃烧的效能 提高的一个 你讲触眉野队 一个触化剂 它是这种角色的 它是这种角色 所以它是很快 就在空气中消失了 它很快就消失了 可是它的制程很危险 制程非常危险 那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也提一下 就是说 这个UDMH 现在是被管制的一个东西 大家都认为不能再做了 连美国大概在几十年间 都停止生产这个东西了 那我们人类在研发 这是要研发一个 有高效率推进燃料的东西 就要找替代品 替代品 那刚刚在提到 在赫博士提到 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配方 其实怎么样做UDMH 它能化学式子 网络上催 所以现在丢出这个消息 是不是告诉我们 如果是来自于中国跟俄罗斯 你把这个原料 卡断 截断之后 对于北韩 对不对 应该是冲击会非常大 我想讲的是这样子 北韩现在绝对有 制造UDMH的制程 重点要卡掉的是 它的前面的东西 源头 源头 是什么东西 组成的 合成UDMH 这个比较重要 那可是从 上次联合国制裁 12号 所以是源头 它是自制吗 它有这个能力吗 还是源头 真的是来自于 中国跟俄罗斯 这样子 我相信 北韩现在已经有 制程的能力了 就制造这个UDMH能力了 那这个制程跟配方 绝对是来自 俄罗斯或者中国 绝对是这个样子 因为北方 这个站在俱乐园的肩膀上 它们一定想尽办法 取得这个东西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刚刚提到说 它前面是什么东西 所以真正要制裁 这个UDMH的生产跟制造 在对北韩的制裁里面 应该把项目列出来 现在要去限制UDMH 输入北韩 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 要限制前面那一样 好 这是非常关键 我想大家都觉得说 到目前为止 无法去面对金正恩的问题 但是金正恩的战略性当中 说真的 有人因此而获利吗 您说救了安倍 包括在南韩的文在寅 我不知道伟中是怎么看的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拿今天的中俄军演也好 大家来看一下 你如果得到一个事实 或者一个理解就是说 冷战虽然结束了 但是从1950年 韩战爆发到 现在2017年 东北亚的基本的 国际政治格局 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跟俄国在军演 你觉得是 为什么 你去看这个 你知道环球日报写什么 环球日报写说 美日韩的军演 其实说是对北韩 其实是针对我们中国 那中俄是对谁 中俄其实是对日本 俄祸刺客海的意义是什么 俄祸刺客海的 这边是青岛群岛 它的南方是日本最敏感的地方 北方领土 北方四岛 它跟俄国之间 它的东边 它的另外一边是库叶岛 库叶岛是以前 日本南部的 其他殖民地 对俄 它到俄祸刺客海 它这边特别传递的讯息 我第一次到俄祸刺客海南部去演习 我要去适应这边的海洋的生态 海洋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 它是针对日本 中俄军演的第一阶段在波罗的海 波罗的海是北约 大家知道北约一直往俄国逼近 第二阶段是在俄祸刺客海 跟海参危 大家知道它是从哪一天开始吗 9月18号 918是什么日子 大家想去看中国 现在改它的历史论述 中日抗战14年 是从918开始 所以这个太清楚了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北韩跳跳跳 当然中国跟俄国困扰 但是基本两大阵营的对壘 没有改变 那日本的这个状况来讲 日本当然紧张 那韩国也紧张 韩国怕的是美国 跳过韩国跟朝鲜谈判 所以对文在寅来讲 它很困扰 因为文在寅本来想跟 这个跟美国疏远一点 跟朝鲜近一点 所以文在也很困扰 可是安倍其实反而获利 为什么这样子 年初的时候 安倍民调一直掉 它内部的弊案 出了好几个弊案 可是现在 它的民调已经回来了 因为大家说 你危机处理得好 那他现在说什么 他现在说 10月可能考虑提前大选 大家知道 本来10月有两个 这个国会议员的选区要补选 但是现在 有人说补选是他的其中考 他现在说 我其中考可能会过贯 我要全面改选 为什么 他希望透过提前改选 来巩固他的 更强化他的政权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北韩跳 对日本的英太来讲是加分 为什么 他可以来扩张他的军力 他可以来巩固他的政权 也就是说 在这个东北亚的奇迹里面 各国都在借这个危机 干嘛 火中取利 就是要壮大自己 那这对台湾什么影响 台湾的来讲 一个基本大家都讲了 我们不要被卷到这个战火里面 这是最基本的利益 可是第二个我们当然希望什么 希望能够增加自己一点筹码 这个基本格局没有改变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日本的自民党的青年局的这个局长 他出来说 日本台湾很重要 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个格局在上半部不会变 他们最怕什么 台湾变了吗 台湾如果倒到海峡另外一边去 他们的这个格局就出现重大的变化 所以他一定要拉住台湾 那这个时候台湾可以要到台湾自己的东西 简单讲 我们能不能强化情报交流 强化军事交流 当然是只能做不能说 当然能不能强化更多的合作 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美国或日本他会担心一件事情 如果台湾对中国的保密防铁 我们自己的这个 对中国对台湾的军队的统战 这方面把关的不够严重的话 他不会有信任跟你强化我们的情报交流 跟军事交流 所以这个是台湾要借这个机会 巩固自己 壮大自己 而且一个很重要 加强内部的改革 这个是东北亚棋局里面 跟台湾有这些关系的 其实是这个部分 我们怎么强化自己的力量 怎么进行内部的改革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是 非常谢谢韦中 在金正恩掀起这个东北亚的紧张局势当中 也无形当中提醒了台湾许多 那瑞德兄 我们看到在最新情势里头 还传出日本商人 在大连被捕 为什么呢 据说他被控告 他刺探中国的航空母舰的情报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实上呢 这个不是第一位被捕的日本人 是 那么除了现在918 这个重要的日子里面呢 中共逮捕了一个日本人 然后指控他涉及相关的这个间谍行动 那其实过去一直有这个逮捕的行动 已经逮捕过好几位的日本人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啊 这个跟时机敏感度有关系 那么除此之外 我先补充一下 各位知不知道 这几天在台湾九棚基地 进行三天的这个实弹射击的名字 叫做什么 叫做雷霆天马 为什么叫雷霆天马 雷霆两天之外呢 为什么叫天马 这次是要国防部不承认的地对地飞弹 那么郑静雯兄应该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因为我们台湾早在三四十年前 就已经开始发展这个地对地的中程的飞弹 可以发射一千公里 而且已经发已经研发出来的 就是天马飞弹 十二枚 现在放在什么地方 现在放在花莲家山基地的最里面 十二枚 每一枚非常的大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我们台湾曾经有一个部队 专门负责渗透 外面的人都叫他们叫天威专案 天威计划就对了 我做梦不小心梦到 刚好有人去出这个天威计划 不小心就到了一个地方 看到了这是什么东西 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 每一枚飞弹比一辆公共汽车都还要大 十二枚放在花莲家山基地的最里面 不过没有用 因为都已经不能用了 因为没有编列任何的预算去维护这十二枚飞弹 这是在1980年的时候 花了几十亿的经费去研发了中程的飞弹 而且研发出了十二枚 这十二枚之所以后来在1983年被美国被迫中止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前面可以带核子弹头 他的前面可以带核子弹头了以后就发生了张献毅叛逃事件 把我们的核子弹头全部都拿走了 核设施全部塞除了 有机会有类似巡弹飞弹可以带核子弹头 把你整个弄掉 然后让你封存 然后最后连你的相关的研发设备全部被拆掉 连种水都全部被你挖走 这个就是有这么一段 可惜当年其实我们就有了 只不过事隔几十年以后 六十枚的熊二一真诚飞弹 有可能是不是在国人的面前可以看得到 不过因为它不会飞出太有 所以它会在蓝宇跟绿岛这边一直晃 一直晃一直晃 这样子 但是各位不要小看台湾 为什么 台湾的飞弹密度超过上万枚 是除以色列之外世界第二多 如果把熊二一的飞弹放在东影 跟放在澎湖的西域会怎样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从台湾分岛 我们现在熊二一到底有几枚 我们现在 他讲的比较少 两百多枚对不对 我们说的 我现在说的是 我现在说的是 刚批准准备再增加购买 整个制作的六十枚 OK 那叫熊二一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飞弹 当然我们听说 听说并不打算大量生产太多 以免让人家觉得两岸关系 好像我们在那个 但是就跟万箭弹一样 我丢下去把你整个机场全部毁掉 意思是一样 对付北韩 还抓过我们台湾人一对父子呢 我们把工具机卖给了北韩 我们把台湾的工具机 事实上连北韩飞弹前面的陶瓷片 都是我们鹰哥生产的 你知道吗 所以台湾的技术是非常棒的 那只是说有些话不能讲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在过去那个年代里面 现在被关切了 在过去那个年代 我们一定要这样讲 不然现在 现在过去就昨天来 现在美国都在 美国现在都在 美国现在都在 这样做我们就可以进联合国 对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马上要变成俄国的起案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台湾事实上 因为联合国好好检讨一下 能力很强 可是问题是说 这个是以前的事情 能力很强 那以前的事情 那现在全世界以美国为主 大家都在制裁 经济制裁 北韩我们当然要经济制裁 哪怕事实上 在当年李登辉主政的时候 我们还怕 还派农业代表 去那边帮我们 那该不该制裁 台湾在联合国可以逃避 那么事实上 那么事实上 除此之外呢 我要讲的就是说 两岸的叠对叠 其实是更可怕 最新的画面 我请教的是王定宇 现在我收到一个最新消息 说当北韩的飞弹 频频在飞越日本 北海道的同时呢 我们看到 在北海道上空 在部署爱国者飞弹 我们看到 这是因为最近的 北海道上空 的确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威胁 NHK报道说 日本的防卫省 决定最快的话呢 就在9月19号 等于就今天了 在北海道的 韩管市的 陆上自卫队 驻地部署爱国者三型 陆基拦截飞到系统 那么半岛声称的是说 当这个弹道飞弹 或它的包括了零部件 有可能坠落在日本境内时 爱国者可以在地面附近 进行拦截 如果进行部署程序 顺利的话 拦截飞弹 部队将从19号 从北海到其他的基地 陆陆续续可以抵达到 韩管市的陆上自卫队驻地 这个消息 刚刚你又说 又有最新发展 那你怎么看 先从这消息讲起 就是说 北韩能够飞越日本海 打到日本本土的飞弹的量 不到饱和攻击的量 所以它部署 部署爱国者三型的意义 它是可以保护一般人 我们台湾部署的爱国者三型 我平常心讲 连总统府可能都不在保护范围内 因为打上说我保护总统府干嘛呢 我一定保护我的指挥通讯重要的设施 因为对岸瞄准台湾的飞弹的量 跟北韩比起来 那个量跟值 那根本没办法相比 所以日本做这个动作 一方面是让日本的人安心 因为那北台人飞弹 其实飞不准 它就这样飞过去 那它打它掉下来碎片到底有没有意义 那我是报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是一个安心措施 可是现在北韩周边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从军事情报 从今年的三月开始看 三月份就已经看到俄罗斯 掉了大量的战车跟军人 往北韩的边界移动 你知道打一场战 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讨论中印边界一样 那个不是说 老师我先看你不高兴 我们来打一仗吧 那丢石头啊 他们正在丢石头 你一定要运补到一定的量 今年的三月份开始 坦克车跟军人是往北韩的边界走 同一个时间 北方军区 中共的人民解放军 北方军区的十万军人 是放在安东附近 另外北方军区还有二十万的 中共解放军的军人 是采取一级到二级的战备 放在那个地方 这都是四月份发生的事情 那四月份发生 你补给弄到现在 然后在九月份 你看到俄罗斯说要军演 中国说要军演 中国其实在九月五号 就已经小军演一次了 渤海湾把那个飞弹测试 也就是说这一场戏 我觉得北韩跟南韩都变配角 北韩跟南韩根本就是配角 中国军演是要给谁看的 跟美国还有美国 带着那两个南韩跟日本看 俄罗斯要演给谁看的 演给中国跟美国 在我家演 我自己变成是配角 然后美韩的军演 也不是演给北韩看的 因为北韩最大问题 根本不是摧毁那些设施 你只要第一门 没有打死金正恩的话 他那个百万陆军跟火炮 他用最原始的武器 不用导弹 用长城火炮打你 索尔就好了 那东北亚的经济会怎么样 所以整个战争好像要打 又好像打不起来 变大国在角力 然后这两个南北韩在那边 对峙着让大国在里面 获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 中国不想美方的影响力 进到压力将 俄罗斯透过这一场 你知道俄罗斯当时 在试验里讲什么话吗 俄罗斯讲说进攻北韩 就等于进攻俄罗斯 普丁在那个阶段 刚好在见Tillerson 美国川普任命的国务卿 那时候刚好在见面 俄罗斯释放了 打北韩就打我 然后联合国要制裁北韩的时候 他说汽油不运给他 影响一般人的生活 我一直讲那是笑话 人道绝对 讲到液态 液态燃料其实是一个落伍的燃料 因为其实伤害自己人比较多 不是伤害别人 就整个这个局面 在那动荡不安的时候 大家都想找一个粗气包 都想找个粗口 台湾绝对不要在这个当下 成为粗气包跟粗口 这是我们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说不要卷进去 不管是出口的商品 我们以物以物的贸易 不要在这个时候 让人家有借口以外 台湾的实质战力 刚才讲的我们 你说熊二一好了 其实熊二一这个名字 已经是代表两种飞弹 不是一种 但是另外一种还没有编号 我们有能力做它 我们有能力超过千公里以上 但我们到底做了多少 有没有做 这些要国际政治 我才特别讲 把去年到今年 美国核准我们的军售 它所代表的意义 其实是在于 那条红线 有没有在飘移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我们面对 这个局势的时候 日本的青年 自民党的青年局局长 我跟他见到好几次面 林沐昕佑 林沐昕佑 为什么这个时候讲说 台日的友好 是非常重中之重 如果你在对照去年 有一个小北约的概念 被提出来 大家说那不太可能 但是在去年之后 台日美 我们的空中识别码 是开通的 识别码开通 再加上在东北亚 到东海 到不管叫尖阁 或者叫做钓鱼台 到宫谷海峡 面对的威胁 就一个 就是中共的那边 绕来绕去 而且中共驱逐舰 不是绕我们台湾一圈 它也跑去绕日本的 日本的日本海 那也绕了一圈 所以这一个小北约的概念 互相协助的概念 然后台湾在国际上的迥态 在这里面 其实是我们可以去思考 台湾扮演亚太和平 稳定的基础 而这基础建构在 我们有强大的 其实我们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这也是美方在前进攻击时 台湾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不管说 现在不管是美韩 或者是中俄 各方面从时间的脉络 从三月到现在 军演的动员跟规模 持续在拉长 在扩断的同时 回到一个根本问题 就是金正恩 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 那现在一方的说法是 为什么美方打跟不打之间 真的有这么难决定吗 金正恩这个人 说实话 各方都抓不住他 为什么抓不住他的性格是什么 金日成啊 他的爷爷啊 会说我要搞这个主体思想 然后他老爸这个金正日啊 会说我们先进政治 可是你看金正恩从他接班到现在 有没有讲过什么 没有任何理念 没有什么朝鲜梦 有些中国梦啊什么都没有讲 他只有两个字 一个就是炸 一个就是射 炸就是爆炸嘛 是 一个就是四射 飞弹 好啦 现在麻烦了 中国很多人就担心了 如果你今天用外科手术式的去轰炸他 如果你不知道他到底这个核弹的一个怎么样 他四射的核弹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万一你一炸掉的时候 他自己爆炸了 那怎么办 最倒霉的是谁 中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中国也担心说 你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的人 因为他发展核弹 发展飞弹 最重要的问题有保护四个 第一个他的国家 第二个他的劳动党 第三个就是金氏家族 第四个就是他自己本人 如果呢 你把它炸了 到最后呢 他自己引爆了 那怎么办 就是引爆氢弹或核弹 反正钥匙大家一起死 毁灭性的 这个最怕的就是我们对一个领导者 没有办法去掌控他 到底是什么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什么危机 所以变成大家就卡在那里 那最倒霉当然是谁 中国啊 我们知道整个中国大陆 这个东北这个地区 在江泽民时代 还会振兴东北老工业区 那个时候到2000多年的时候 2000年多的时候 还有一段发展的一个过程 可是到210年以后 一刮下来了 现在几乎是没有办法发展了 停在那里了 为什么 东北你想想看 在我们的旧的观念里面 在国民政府时代 是发展最快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包含了这个 哈尔滨工业大学 这以前孙英贤的这个母校 有多少那个 北韩的这些什么 这些学生 到这边学习 都在做什么 都在卡那些资料 然后送到这个什么 送回国去 一般学生大概能够 引运资料大概发个 大概几百篇就有很多了 他们一个学生都 印几万篇出去的 所以很多东西都从这里来 可是为什么这个地方 发展不起来 因为这个金正 从金正日以后 到金正恩 不断来在那里 不是射扫弹 就是这个什么 核弹式射 好了 那这样一弄的话 谁敢在这边投资啊 所以这个什么 世界银行的这个 银行长 副行长 就是那个林毅夫 曾经最近 就说在诊断这个吉林省 为什么发展不起来 说实话 讲半天 受到这个什么 北韩的这个 两弹四射的一个因素很大 是 冲击非常大 对不对 来 靖文兄这边要补充 其实我们从这样的格局 尤其定语刚才讲到 东北亚的局势 其实就环环相扣 这仗 已经跟大家讲 很难打得起来 其实就美国来讲 其实它可以 射很多巡异飞弹 B1 B2 也可以精灵炸弹 但这种空中攻击 它的局限性 非常的清楚 我们从1999年 北约 以规模很大的空中力量 诈骗这个整个南联盟 但它整个军事力量 被摧毁不到30% 那北约很多武力 是丢到诱饵 甲目标等等 其实南斯拉夫那个地形 巴赫干半岛和朝鲜半岛 有点类似 都是山区 原始金正恩是非常清楚 你这个美国为首的 可以诈骗我所有的地方 但是你要把我的要塞化 地下化和重要的设施 全部摧毁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金正恩非常清楚 那这个你要攻击我的话 一定要做一个大规模的冲突 否则我的武力 你只要残存或我本人在 我就可以报复南韩 在这样的状况 南韩怎么可能同意你美国动物 除非你美国能向我南韩保证 我可以把北韩炸翻了 完全瘫痪 完全瘫痪没有反击的机会 炸翻之前南韩也会先翻击 但是你要炸翻北韩 可是又与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 整个利物相违背 他们已经派兵到边界 甚至南韩很多外交官 过去以来经常在打听一件事 如果说北韩政权有危机 他们想了解中共有没有SOP 什么部队进去 什么部队接管 然后怎么样控制 这个北韩这一块地区 那所以从我们这样 这样格局非常的清楚 金正恩走的战争边缘政策 他知道列强之间缓缓将扣 让我反而有很好的位置 我可以继续核四 今年第五六次 我认为还有第七第八次 他弹道飞弹刚设立一枚火星十二 他未来一定火星十二火星十四次 甚至更威力更强 他只会让整个核计划和弹道飞弹计划 往前继续推进 因为他非常清楚 这基本的格局不变 在这个地方 我拥有一些主动权 虽然我可能是配角 但我在这个整个格局里面 还是占有最大的力量 但是在今天我们也看到 九鹏基地在进行历年来 最大规模的时代设计的过程当中 代号天马雷霆的操演 同步在展开 包括这有托式反坦克飞弹 雷霆2000多管火箭 一口气要发射450枚 我不知道这个行动里头 到底要传达出什么样的讯息 来等一下 金文大哥帮我们做补充 这个局势当工 杨老师帮我们先谈一下 我也是觉得在政治上很难想象了 有任何的突发的北韩的冲突 或者有战争 类似战争型的行为 我非常难以想象 因为北韩究竟跟伊拉克 叙利亚伊朗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 那可是我完全能想象 美国在如果进行外科式的 斩首行动 它需要准备非常长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因为究竟北韩的社会状况 跟任何像冰拉登的那种社会状况 等等 那是很不一样的 今天有任何一个当地人 要跟美国人配合 去对金正恩要做不利的行为 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可是也 我从来不认为 没有计划是不可以做出来的 那当然需要非常长 而严密的这一个计划 所以我也认为现在所有的行为 都是在双方展露 其实是假的肌肉 没有人会真正把一拳挥出 挥出对方 所以这一点我一直 在观察 就是说比较处在第三方面 不是美国 不是中国俄国的欧洲 对于北韩事件的许多的分析 一直到现在都一个主轴 南韩为什么每天晚上都睡得蛮稳的 到至今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共在哪里 对啊 大家的评论都是差不多 我看到法国也好 德国的报纸 大家每个人都有个疑问 大家都为什么 美国为什么那么多的报道 可是南韩为什么 人民自己睡觉很稳当 而且日常生活 金融活动都还很正常 是 那当然最后一个结论 当然也就是说 这种真正大规模会影响市民 小市民的这种动作短时间 他们自己本人都不会相信 所以他们应该会期待的是 非常长远的 对于金正人对小胖子 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动作 等他老死 那不是 他今天还33岁 你要怎么要三高吗 他应该不至于 他应该不至于 他身材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 他蛮健康的 其他很难想象 可是我也知道 专制国家进行这种作为 并不是不可能的 否则我们当时 我记得在 在以前的南韩 普正西的时候 蒋中正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清楚 我的长辈 在那段时间后来的叙述 非常谨慎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在普正西被自己的市卫长 枪击以后 那几个跟类似的国家的元首 都非常非常进行 所以金正恩有好几个 所以我前一阵子就看了一篇 欧洲的这个小的一个传书 他就认为说 现在对于西方 对美国来讲 现在最重要的武器 叫Information 他们跟西方 跟阿拉伯国家斗争也好 跟任何一个国家斗争也好 他现在北韩最缺乏的 就是当地完整精确的讯息 然后他没有办法 很实际的来布建 那这一点当然需要 很长期的一个工作了 这一点我们当然 Sign Fiction一样的 小说一样的 可以去想象 可是我并不是去 亲呼 当然我当然也是 不会可能 因为我比较怕 老师我补理的事情 今天新闻有报导 南韩的保安特别助理 跟他国防部长吵架 吵架的内容 跟应该讲的一件事情有关系 你知道吗 一个西方的人 或者俄罗斯人 想要去刺杀金正恩很难 就像当时南北越战争 用的人一定是南韩人 所以南韩的国防部长 讲了一句话说 斩首行动并不会不妥当 然后保安部的助理 这个是跟着文在寅 进入政府的 叫文在寅的样子 说你这样讲话 不适当 这两个就吵起来了 也就是说 现在秀肌肉那些东西 你看他得到什么效果 美国很成功的把萨德 放在高尔夫球场上面了 对了 然后呢 这个俄罗斯很成功的 把军力往南压过来 然后中国在那边 本来北韩是他的小老弟 现在他反而担心 你不小心弄个炸了一下 我博海完蛋了 那是经济都完蛋了 是 然后呢 日本也那么红红红红 所以要加扩大 日本已经宣布 要扩大跟美国的军事采购 所以美国 又川普一个大做生意 可在这里面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如果你没办法 斩首金正恩 你打什么传统 或者超限战争 都没有用 所以刚南韩的国防部长 讲了这个话之后 其实该单线的是金正恩 你看到9月19号 川普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当中 所发表的谈话 重提邪恶轴心 包括在前一天里头 文在寅他会晤联合国的秘书长 他特别提到 希望联合国以和平的方式 尽快解决 就是北韩的核问题 他强调以和平的方式 而在9月18号这一天 我们看到这两位 关键性的大国 川习通话 讨论川普11月访中 包括北韩的问题 习近平承诺 向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 那当然这个9月17号 联合国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他提到 美国已经穷尽对北韩 所能够采取的外交选项 包括了能制裁的措施 似乎都已经记出了 其实刚刚杨老师 特别提到 讯息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北韩这个国家 它的核武的发展 到底怎么来的 许多原料自制 但是它的核武技术 据说它的核武发展的过程中 跟我们早期的核武发展 是非常接近 他们也有一个核能研究所吗 现在还在吗 还在 就是说整个世界 我们回到源头 整个核武的源头 始作用者就是犹太人了 犹太人 犹太人 二十四个大战以后的 对 二次大战结束 这个德国那时候的 这些科学家 纷纷两路 一半被苏联 抓走了 一半投奔美国了 结果呢 人家说它太空 苏联的太空船 跟美国的太空船 在太空相会 两边的太空人是讲德语 那么 回到 那个 北韩 它技术到底哪来 还是犹太人 为什么呢 北韩早年 就成立一个核能研究所 台湾一模一样 一个字不差 派到哪里去呢 是跟苏联合作 那 北韩派大量的 那个年轻的科学家 派到苏联去受训 然后呢 西方国家呢 派大量的人到美国去受训 结果头头都是同一个犹太人 然后 台湾的头头是谁 台湾的早年核弹之父 大卫恩斯特 那个伯格曼 他也是以色列的犹太人 最后讲到 赞下我 我的 那个启蒙斯 是 叫做 那个 艾伦 雷考斯基 我还以为你是犹太人的后代 也是犹太人 是是是 你老师也是 我跟了他好几年 对对 所以整个讲庭 都是犹太人 是是是 那当然了 那个时候 蒋介石就请了这位 那个伯格曼呢 在日月潭 一起住了三天三夜 才决定成立中央科学研究院 是 不管北韩 不管中国 不管美国 以色列 南非 全部都是犹太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技术 已经几乎都已经成熟了 但是美国一声令下 除了有张献一的叛讨之外 也拆除了我们所有所有的核设施 这个贺博士 它是全城募集的整个过程 当然在今天的花莲跟屏东 这样的演习 有传导出什么讯息吗 当然就是我们每年 都有年度性的精准武器设计 其实说穿了 我们这种武器真的蛮多 以前舍不得用 后来造成过起全部浪费 记得马云九时代 还有石兵不石弹 汉光演习就播放音乐 那为什么今天脱式 那为什么脱式飞弹 今天在试射的过程当中 失效坠海 其实脱式飞弹 国军有好几千枚 阿扁在2006年 那一匹是X弹的 汉光演习的时候 还有就是它发射以后 那个线岛的线段 就在阿扁前面200公尺爆炸 当时还被媒体大部分报道 就是说这一批飞弹很多 其实蛮老实用 所以是刻意再淘汰 所以你做这个实弹射击 就是把旧的弹赶快把它消耗 还有鱼人射出去 不知道到哪里去吗 所有的船全部逃亡了 对啊 所以就给国军一个启示 你平常就要把这些 大量消耗掉 否则到时候就废田 就是全部没有用 OK 好 所以大数据的概念 是不要紧的 是 OK 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持续锁定 我们再会了 拜拜